好 那我們繼續看一下 所以現在這樣子大家應該比較清楚了 那再來這個是 我覺得 可能大家 平常也許你沒有 特別去關注他 可是呢這個也是改變 比較 不一樣的地方 什麼意思呢 你看喔 我先調查一下看看老師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好 你看這裡 好 這個 我來問一下老師請問 你現在打開我的檔案或者你任何開自己的檔案 你的 下面的檢視是長這樣子的嗎 是嗎 好 有人說不一樣對不對 你的有可能是這樣子的 對嗎 那老師有沒有發現我怎麼切換 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小小的一個這個 這個是舊版本喔 舊版本是從這裡這樣打開喔 打開然後收起來對不對 好 這兩種的檢視方式是 各位老師在CAMMA裡面最常見到的 這兩個 二折一 二選一不會同時存在 也就是說呢 你有的 像我們簡報這種方式的 好 那就不會有剛剛那一種 剛剛這種頁面的 剛剛那一種就是都在上面 上一頁下一頁 好 可是新版本很抱歉 這一顆不見了 這一顆不見了 所以呢 如果您現在是進到我新的那個教室裡面來的話 你來看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顆真的不見了 有沒有發現這裡沒有了 哇 那怎麼切換 在這 右下牆 有沒有發現這裡多一顆 這樣知道了喔 這裡 這裡 你看我按下去 有沒有變了 按一下 打開 那你想說這個功能要拿來幹嘛對不對 這個功能就是 如果老師您在這邊 你看喔 我打開一個頁面好了 好 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 好 你看新的介面打開檔案是這樣 然後 自己另開 假設啦 假設 像這個 我這個頁面 這個內容 如果我想要copy到這邊來用 Copy到這邊 老師會怎麼做 平常我們會這樣對不對 框圈起來 你就 Ctrl加C嘛 把它複製好 來這邊貼上 Ctrl加V 欸 老師有沒有發現有什麼問題 看起來是有貼上但是有什麼東西沒過來 背景的顏色或圖片或影片沒過來對不對 好 那 你看喔 今天為什麼要特別跟老師介紹 這個 要會切換 因為呢 如果你沒有用剛剛那個模式 在這個模式之下 你沒有辦法把頁面整個複製過去 來我複製一次給大家看喔 你看我切到這個 剛剛我找的是這一頁對不對 你看我 點到這邊 我點到這邊 老師有沒有發現我的外面是彩色的 今天如果我是這樣子複製 看起來好像是全選 可是你看我這樣全起來 我這個頁面的外面有沒有是灰灰的 這個老師眼睛有問題喔 這種小地方我會注意到 所以你看我點到它有沒有不一樣 點到它之後 我按下鍵盤上的Ctrl加C 好這個時候呢我回到剛剛這裡來 什麼都不用點 直接Ctrl加V 老師有沒有發現哪裡不一樣 這樣複製跟這樣複製有沒有不一樣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當然是後面這個比較簡單嘛 對不對 雖然說沒錯啦我可以再把背景再複製 貼過來但是不是多一個步驟嗎 所以 為什麼 這個要會 因為你必須要在這種 檢視 縮圖的檢視模式之下 我才可以做剛剛那件事情叫做 整頁的複製 所以這個叫頁面複製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今天 這個動作呢 其實不管你是在 就是付費的或免費的都可以用 也就是說你今天有喜歡別人的 或別的版本的內容 我就可以直接複製貼過來 這樣的概念其實跟我們在用PowerPoint是一樣的 因為PowerPoint的話其實如果你這樣直接框選也是只有選到物件 背景不會選到 必須要在那個他的縮圖頁那邊直接複製 有沒有一樣的道理 只是原本在左邊這樣換到下面而已嘛 好 所以這個 就是為什麼要特別提出來介紹 因為如果你不會切換 很抱歉 你就不會找到這個功能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好 那接下來的 您看到簡報第10頁 這個 舊版本也有了 也有推出 不是只有新版本 但是在新版本會 比較完整 什麼意思呢 來來來 看一下 我們剛剛這裡 好這裡 你看這一頁 在剛剛那個demo的 第四頁這裡 你看這裡 這裡我已經拿出來了 好我先把它刪掉 好把它復原一下 在這裡 重設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說 這個 都不會把你的土弄掉 所以你不用擔心 好 你看喔現在這是一張對不對 我縮小一點好了 我縮小一點 這樣可以多放幾張 呵呵呵 好 已經有人又幫我 拿完了 好 其實你也可以自己在後面 在後面增加業縮啦 反正大家都可以編輯 沒關係 你看我點到它 那今天 我們按編輯 這個 我今天不是要去背喔 我要編輯 你看右手邊 這裡有沒有叫做魔法抓取 其實這裡面 包括魔術橡皮刷都一樣 魔法橡皮刷都一樣 在CAMMA裡面 跟AI有關的 都叫魔法 好我用這個魔法抓取 你看一下 好點進來了 以前我們比較辛苦 只有筆刷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我要這個平板 我是必須要自己怎麼樣 去把這邊刷起來 但是現在呢 可以偷懶 有沒有一個點擊 所以我就點一下 然後呢 它就會開始計算 你看 滑過去有沒有自動選到 你比較喜歡哪一種 偷懶的人就這樣拿起來對不對 按抓取 然後呢 就等它 那我們這個魔法抓取呢 就等同前面那兩個 背景衣除跟魔法橡皮刷的 橡架 什麼意思 如果我們是用背景衣除 旁邊的事都不見了 對不對 如果是用魔法橡皮擦 就是把它擦掉補起來 但是你看喔 魔法抓取 我抓了它之後 拿開 有沒有後面幫你自動補好了 這樣有了解了嗎 這個叫魔法抓取 這樣很過分嗎 本來應該後面沒有東西的對不對 那這個呢 它就可以像這樣抓出來 好所以 它不是只有這個功能才有 抓那個 點取喔 你看 魔法工作室裡面 我們這裡面的這些 都有喔 包括這個 魔法橡皮擦 你看點進來 有沒有一個調點擊 是不是都有了 好所以它有好幾個裡面都有加上這樣的功能 這個對我們在 老師在 編輯這個影像的時候是很方便的一個小工具 這個 這也是 AI的一個功能 這樣OK 好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 又是AI的喔 因為其實說真的 Canva裡面有好多好多的AI可以用 那您看到我們簡報第11頁的 第11頁這邊 這個叫做魔法媒體工具 那 這個工具呢 在應用程式裡面 以前 我們的魔法工具 媒體工具裡面 事實上只有兩種 就是你把你的文字 打進去 生成圖片 還有一個 是可以生成影片 不過生成影片的話我發現 呃 您如果加入我的教室應該不能用 就是學生目前還不能用這個功能 除非您是那個教室的管理者 好你就可以用 或者是個人的Pro 好才有 那 所以呢我們主要會在這邊 那這一次他增加了這個圖像的功能 好圖像的功能 那我馬上來試一下 來你看在 在圖像的功能 我購買 好等一下 我找第2頁這裡 好你看這邊 你看我這個 這是AI生成的喔 好 而且我不用去背喔 直接就去背好的 好 那在哪裡找呢 你找到左手邊 好找到左手邊 有沒有發現這邊有一個叫做應用程式 在KMAR的左手邊 有一個叫應用程式 好你把它按一下 好那你往下走 往下走 你會看到 由KMAR自己 推出的 有沒有一個叫魔法媒體 工具在這邊 就是這個 好所以你找到應用程式裡面 往下找 就會看到這個魔法媒體工具 點進去 有沒有發現這邊就 一個 兩個 三個 這個 那 中間這個 就是這次新增出來的功能 那差別在哪裡呢 你看喔 我們今天先不管他那個 你看 我在影像這邊 我用這個 我們先產生 你透過影像真誠的 他其實是有背停的 那老師呢 您在用這個的時候 這個的話 我們 那個 教育版 教育版的部分 一個月有500點 一個月有500點 老師有沒有看到 在這裡 每個月1號都會重新 所以 我的點數這個還可以用很多 一個月有500點 如果你是個人的 就只有50點 少一個0 那 你看這樣生成出來 有沒有就是 有背景的 可是呢 如果你是在這邊 深層的 好 那這個就是 只有圖像沒有背景 就去背好的 你不用自己在做了 比如說你看我用一個貼圖 有沒有 好 產生 那 這種貼紙的 效果呢 就是旁邊會加上白電 然後自動把你加白電 你不用在自己做的 以前我們還要透過 CAMARA 或者其他的 影像處理 好來做這些 效果 現在都不用 你看 有了 直接拿出來 有沒有就是去背好的 這樣您了解 所以圖像的部分 他比較像是插畫 雖然他也有很多風格 但是原則上 就是比較像插畫那種感覺 所以會像這樣子 這樣老師OK OK 這也是 最近推出來了 雖然說我們 有很多圖我可以用去背 但是呢 不用去背不是更好嗎 直接拿來就用了 然後 我們看一下12頁 12頁這個呢 如果老師 像 跟我一樣 有 像這樣子 有比較多東西 排在一起的 或者我們一般共鞭 像簡報第夜 其實我有跟 老師分享一個共鞭的 這個叫白板 但是呢 這個 現在不夠亂 這裡 這個比較亂 對不對 有沒有 你就把它框旋起來 以前 我們比較辛苦 你得一個一個慢慢排 但是呢 你要排列的 框旋起來之後 你可以按三個點點 你可以按滑鼠右鍵都可以 有沒有發現這邊有一個 叫做 平均分配間距之後 有一個叫多一個叫整理 你把它按下去 有沒有就整理好了 來你看使用前 有人幫我按了所以 可能要按很久 沒有關係 你就把它打亂掉就好了 隨便 你就把它移動一下 對對對對對 這樣再來整理 這樣可以啦 因為我們現在比較多有共鞭 所以 亂是正常的 反正你就把它框旋起來 把它全部框旋起來 然後再去整理一下 找這個地方 有一定要整 這樣是不是 比較快一點 其實因為我常常用天馬白板 天馬白板做什麼 讓同學記錄使用AI的歷程啊 現在用AI 一定要 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 來這個在我們簡報 倒數 應該是倒數第二頁吧 我都溫馨提醒 為什麼 每次AI 一樣的提示時 會生成一樣的內容嗎 不會 對不對 不管是文字 圖片 影片 音樂 都一樣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個記錄下來 那所以我就會建議大家 有兩個工具你可以拿來當記錄的 一個就是CAMMA 當然用的是白板 因為無限大 好 那第二個 就是我們用的NOTHA 因為呢 這兩種 服務 好這兩種這個雲端的設計的工具 或者體系的工具 它最大好處就是 他們 都可以在同一個界面 允許 很多的不同的媒體格式的出現 也就是說你可以放文字 你可以放圖片 你可以直接放影片 也可以直接放音樂 通通都可以丟在一起 我不用再點開 像我們以前如果你用資料夾 也沒很麻煩 文字就一個檔案 圖片就一個檔案 影片就一個檔案 這邊要個別就去找 個別打開 那我們都 不用那麼麻煩 你用CAMMA NOTHA 直接在上面直接就看了 這個是 會鼓勵大家用的一個 這個 原因 那 接著我們再看一下 剛剛已經看到這邊了對不對 會整理了 再來你看看簡報的第13頁 我應該先問一下 老師有用CAMMA來做影片的剪輯嗎 喔這裡老師有 這個你可能就會有機會用得到 因為這個也是 這一次增加的 第一個 強化口吻 其實說真的他用這個翻譯我還真的有點不知道什麼叫強化口吻 但是我把他寫在後面你可能比較清楚 有沒有背景的噪音 因為我們在錄音的時候有沒有可能會有一些背景的 那個 聲音進來 有時候麥克風太好 他就全都錄了 那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 利用這個功能 利用這個功能 那甚至呢 他現在也多了一個 就是可以把 聲音 影片裡面的聲音抓出來的 在標準的剪輯軟體裡面都有啦 可是之前CAMMA是沒有 沒有的 那 您看喔 我在這邊 準備了這一頁 我看一下我們家的 在已經跑到第九頁來的 在這裡 有沒有 那要怎麼樣找到他 點上面這裡 有人在幫我做的有沒有 哈哈哈 卡手很快 點上面這裡有沒有看到音訊 影片進來聲音 有沒有看到右手邊就有這個功能 已經有人幫我打開了 對不對 那他就會開始幫我 傳送到SERVO上面去 那 你就可以 看 應該說聽到了 就是 原本如果背景 有一些噪音的 他 會透過這樣減少 這樣您了解了 反正因為現在太多人汗了 所以我不知道他百分之會 百分之掉多久 呵呵呵 好 那這個沒關係 就是您稍微了解一下就好了 對不對 那如果你只要聲音 你可以把聲音直接抓出來 好就是在這裡 好就是這個地方 您可以 參考一下 好 再來 也是跟這個有關的喔 你看簡報第14頁 簡報第14頁 這個其實都是我們一般在 現在很多包括像檢印啊 威力導演啊 他們會增加的AI功能 你看 針對影片的剪輯 增加了自動檢查 還有亮部的功能 亮部的功能 不過 亮部的功能 稍微注意一下喔 亮部的功能好像只有 就是教室的擁有者 才可以 所以如果您只是加入我教室 可能還沒辦法用 您必須要是自己是教育版的擁有者才行 好 那自動檢查比較沒問題 就是他 自動幫你 剪接 好這是一個 那亮部 我後面特別講他支援中文 也就是說呢 你看喔 我們剛剛的 這一段 你看這一段喔 來我複製一份 我把它拿到後面來 就是說這一段呢 你看我點到那個剪輯的工具 那個剪輯的工具 有沒有一個剪刀 當我按下去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這有兩個 對不對 我原本的影片 是10秒鐘 如果按 自動剪輯 他就自動幫我判斷 這一段影片 重點 就是留哪邊 有沒有最後只剩3秒鐘 這樣了解 他就自動抓 他認為OK的啦 好 那亮部的話呢 他就是把你的影片 自動抓重點 好你來看一下喔 因為這些都是透過AI 其實我這段影片是有講話的 就是有講那個 我看一下 你們現在聽不到喔 沒關係 來你看一下 有沒有開場 介紹 完成介紹 有沒有自動把你分開了 所以你要哪一段 他就是幫你自動擷取 其實以前我們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像威力導演也有類似的功能 對對對 只是我們現在一個 Kemma 搭配AI 可以 更容易使用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其實說真的 其實這次Kemma的新功能 不算太多啦 不算太多 主要還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介面的改變 您需要稍微去習慣一下 好那您看到簡報的15頁喔 這個是 我覺得以後 老師要跟我一樣把教室分享出來以後 很麻煩的地方 我問一下 有沒有老師 您是那個 有跟我一樣就是 跟同學分享 大家同學到您的教室裡面來 還是老師都只有自己用Kemma而已 你們都只有自己用而已喔 這樣很可惜 因為 你把學生 學生只要是一般的帳號就好了 你只要把學生帳號 加到你的教室 他們就自動升級到 跟老師一樣的功能 有什麼呢 第一個 他的空間變1TB 免費的走5G嘛 第二個 有更多的範本跟圖鋪可以使用 好第三個 就像你剛剛看到的 有更多的AI功能可以使用 這樣你了解 所以平常我都是有機會我都把 學生拉進來 那一個教室呢 可以容納 500個人 就是500個帳號 所以 應該 老師應該是夠 應該是夠 那 只不過呢 因為 Kemma從去年開始 他 老師開教室的方式 他就有改變了 所以您在 簡報15頁這邊啊 我有 一個連結有沒有 有一隻手 我去年有寫一篇文章 特別介紹新版本就是 應該說改版之後的 改版之後的Kemma 因為他去年針對這一塊就有做改變 好那改變了之後呢 老師可以開的教室只剩1個 以前可以開20個 像我就不小心開了20個 他既往的就 就是我已經開來就繼續用 但是如果老師你現在才想要開教室 你存一個 我剛剛講一個教室是不是可以容納500個 那你就知道 有沒有差很多 就是老師的權限現在差很多啦 但是 至少還可以用 還可以用 可是呢 這個是去年的 如果老師你想要升級成教育版 你就從這個地方 教育版的入口 直接升級就好 可是你要建立教室 要透過 加入團隊 加入團隊 那現在呢 現在他這個改版 今年的改版 老師只能加入一個團隊而已 我以前可以到哪裡都加入團隊 但是現在老師不行 你就是只能加一個團隊 你就是 屬於那個學校你就走不了了 加入這就走不了 就不能說我要加入這個學校 那個學校我要加入也不行 但是 不管怎樣就是老師可以從這邊進來 那現在新版本要找到這個介面 你會更不容易找 因為呢 我給老師稍微看一下好了 我回到他的首頁 我回到我們Canva的首頁 你來看一下 他現在呢 其實 您要 增加的話 要增加教室 在Canva裡面是用資料夾的概念 資料夾的概念 所以呢 您要到專案這個地方 您要到首頁這裡 有一個叫專案 專案 那進入專案之後 您會發現 右手邊 您從專案這邊 找到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叫新增 這裡 好 這裡叫新增 按下去 現在呢 老師的教室都是開在這裡 用資料夾 你看 以前我們是透過 剛剛有跟大家介紹從這邊切換 有沒有 切換教室 現在呢 老師的教室 就是說如果說比如說 五年一班 五年二班 五年三班 那 您就是在資料夾這邊建一個 501 建一個502 等於都是在同一個 好那你看我在這邊建一個資料夾 好建立了 有沒有發現這裡可以 邀請學生 好可以從這邊邀請學生 那如果你從這邊邀請的 取得的連結 學生按了之後就會進到這個501的資料夾 如果您增加的是502 他就進到502的資料夾 他們 不同的 資料夾有不同的 那個邀請連結 會是像這樣 這個老師如果有興趣 您再就是 再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您可以看一下我這邊 這個 介紹這樣子 只是說 他 現在比較麻煩一點 如果 老師要取得那個連結的話 就是那個 邀請的連結 他必須 從這個分享裡面去取得 稍微麻煩一點點 可能平常老師在找的時候 不容易找到 好 好 這個我剛才有講過的 就是簡報第16月 現在就是只能邀請 加入一個團隊 您看一下 在這邊 如果你 已經加入過一個 還想再加入 很抱歉他說你已經有了 就不行了 這個 稍微 了解看看 簡報是7頁 這個 跟老師說明一下 CAMMA有漲價了 但是老師不會付 不會付到錢 這個 個人版 就是這個 免費版沒差 那PRO版 從119塊 119.9 0.9的樣子 升級到120塊 所以這個沒差 對不對 但是比較有差的是 團隊版 團隊版以前是 五個人以上才叫團隊版 現在是三個人 就是團隊版 可是重點是 費用 本來只有 本來是 60塊美金 如果五個人 一個月60塊美金 但是現在呢 就是變成100塊美金 等於打的折數沒那麼多 這個是 PRO版的 好 所以 我們在前面17頁 到這邊為止 簡單的 把CAMMA的一些 今年5月份 推出之後的一些新功能 跟他的改變 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那 老師呢 未來 您就可以利用 我剛給大家的 加入教室 先體驗看看 8月份 新一老師會再帶大家 做比較 完整的這個 CAMMA的一個 練習 您就可以利用那個時間 應該差不多那個時間點 可能大家的界面 也都是變成新的 新版本的 應該 你就不會有 就是 學了 怎麼馬上就不一樣的 那個感覺 好 好 謝謝